自从与王一波赵丽颖主演的优匪开播后 该剧就受到了网友们不同程度的吐槽与质疑 一时间也是将两位主演与该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众所周知该剧在开播前就是名副其实的微波鲜火 网上也是经常爆出该剧的路透 再加上该剧被传是赤剧自拍摄的 因此便更加加上了网友们对该剧的期待值 然而期待有多高失望就有多大 剧情播出到现在 有网友竟然开始怀疑赵丽颖一次抠图 他和周杰琼同框的画面是假的 两人像是分开拍摄的 从图片中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两个人站在一起显得非常违和 似乎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不仅如此就连他自己出场的 几目场景中抠图痕迹也是相当明显 他站在那里明显跟后面的景色以及群艳 不是在同一个画风里 对此评论区也是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局面 其中一部分网友表示像赵丽颖这样的演员 完全是没有必要去抠图的 有这样的效果可能就是因为这部剧的后期制作粗糙 而另一部分网友则直接怀疑起就是抠图了 当然至于尤斐的品质的声音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很多网友评论称尤斐的声音不搭 特效烂至紧烂 服装造型更是烂到了极点 演员演技也双双不在线 还有网友甚至直言赵丽颖在感剧中有点老 与王一波站在一起有着很明显的年龄差距 可能就是赵丽颖第一次遭到这么多质疑 即使赵丽颖长着一张娃娃脸 却还是于十几岁女主形象大相径庭 尤其是他凹陷疲倦的远窝让人分分钟出戏 除了演员玩该剧最让人吐槽的便是他的特效布景了 据传闻所说该剧是赤兹三亿完成的 但在已经播出的剧集中 不仅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花了高价的 反而还显得非常简陋不真实 连一般的那种古装剧特效都赶不上 未免太过粗枝烂造了一些 也难怪从开播至今都一直深陷网友们的吐槽深重 尽管如此 该剧却因为演员和制作班底的强大 如今可谓是越黑越红 收视也是一度冲到了顶峰 也期待有飞能在之后的剧情中 赢回观众的口碑 不知道大家对该剧是怎么评价的呢